很多人现在深受检举达人不停检举的困扰 几天前的新闻报道说 某国小家长为了要接送孩子 还要跟检举达人奋战 因为检举达人总是挑家长接小孩 放学的这段时间来拍照检举 而这个时候家长因为停车困难 没有停车位被检举可说是家长便饭 每年这样狡猾单下来 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以呼吁立法委员是不是能够立法 或者不要再让检举达人这种事情发生下去 但是目前政府只准备改为检举不可以用静态的相片 而是要用动态的录影画面 认为说这样可以增加这个检举的麻烦度 检举达人就会减少 但我想这是不一定的 因为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我们应该去探讨说 为什么他会想要检举别人 大部分检举达人的心态都是一种报复性的 就是要看别人出球 看别人被划钱 他看了就爽 那有没有说检举达人 他是真正基于义愤 基于社会正义而去检举别人 这有 但这个你要看 看类像 如果说你是检举 检举这个黑帮流氓 压民女为仓 逼民女为仓 你检举这样的事情 那你是伸张正义 或者你检举某人贪污 污钱 这样你也很有勇气 或者你检举 你检举某人是供蝶 那你是爱国的 或者你检举某人贿赂 贿赂官员或贿赂警方 或贿赂法官 那你见义勇为 但是如果你只是常常 在检举违规交通 让这些 让这些平凡的老百姓 缴罚款 那你说你伸张正义 不能说没有 但成分 可能不高 因为老实说了 一般的家长 这些家长也不是什么 大人物啊 也不是什么大富翁 也不是什么权贵 就只是平常的老百姓 罚单对他们来说 负担很重 那检举项目的不同呢 显现的是不同的动机 那如果说检举违规停车 如此之频繁 而你坚持 他的心态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 那我们应该要推论说 这个人应该从小 就是很有正义感的 因为连这个交通违规 他也基于他的天性 忍不住 花那么多时间来检举 那照理说 他这种天性 不会突然间出现 而是从小他就这样 那这样的人 是不是在国小的时候 就经常见义勇为呢 他是不是在国小的时候 看到大七小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就见义勇为 主持正义 解救被欺负的同学呢 答案大家都明白吗 不是吗 现在的检举达人之众多啊 可说到处都有 那我请问你们 国小霸凌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到处都是有人站出来 伸张正义 保护弱小 没有 绝对没有 很少 有是有 很少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说的检举达人 这些检举交通违规的人 大部分 在国小的时候 他们不会挺身而出 来救那些被霸凌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并非出于天性 而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 或者不健康的心态 所以说取消检举达人这种事情 应该是刻不容缓的 因为这对社会正义 老实说真的帮助不大 那什么时候 才应该鼓励检举打枕呢 哪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当 国小霸凌发生的时候 总是有人站出来挺身而出 见义勇为 当这种事情多的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相信说 人性之中 有正义感的人 很多 所以他们在马路上看到 有人违规停车 他们基于 本性基于善良的动机 挺身而出检举 为警方分担解忧 但是如果说 国小 从国小开始霸凌 发生的时候 依然大家都当陌生人 然后等到 这些人长大了 他变成检举达人 然后 要人家相信 他是基于社会公益 才这样做的 那可信度 其实不高 这样的不停的检举呢 反而造成反效果 因为大家都怨恨 大家都怨恨彼此啊 大家都对对方呢 没有信任感 只要有人在后面跟着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偷偷要给我拍照纯正啊 虽然我没有做坏事 但后面有人跟着 你也会起鸡皮疙瘩 大家会开始不信任对方 这样会造成社会的疏离感增加 所以检举达人这个多了 不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竟然有立法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这个因为 他的家人炒股 还有他本人也是有买 那个股票 好像是生计股的 那 好像本来炒高到 400多块吧 后来一直跌跌跌跌 后来 整支股票就变成 闭值 然后这位立法委员 前天还在 立法院 直询 官员 说 为什么检察官可以 可以这样到他家 搜索 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照理说 应该有豁免权 可见 从这个国民党立委的行为 你就知道说 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过去 三四十年前 国民党立法委员 他们的生活是 多么的舒服 惬意 他们怎么玩股票 怎么玩 怎么 这个 后线交易 赚大钱 都没有人会去管他们 那到现在 这种观念还是有 所以检方去 搜索 他觉得 不舒服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有人被诈骗 然后在镜头说 那个骗他们的人 还说自己是信佛的 还吃灾念佛 还在他面前说 如果骗人的人 就会下地狱 说人啊 说人啊 人心啊 不可以欺骗 这个不可以啊 说谎 我讲的 好像头头是道 好像世界上就只有他是好人 因为他吃灾念佛 结果 结果那个民众就被骗了 好像说 被骗了 好 好多人被骗了 被骗了 十亿左右啊 很好骗 台湾人怎么这么好骗 对方如果 吃灾念佛 你就相信他讲的话 都是真的 真的很可悲啊 事实上 好人跟坏人 要分辨也不会太难嘛 你只要看到那个人呢 手上总是挂着佛珠 口口声声都是阿弥陀佛 什么十之八九啦 十之八九 那一定是坏人 啊 那一定是坏人 不幸 不幸 你就看这些被骗的人嘛 啊什么 什么才会是好人 好人呢 好人 好人就是 他会在心里 告诉自己 我即使饿死呢 我也不做 伤天害理的事情 违背良心的事 我绝对不做 因为他都没有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他根本 根本就是问心无愧 他根本就不会想说 要在身上 带一些佛珠 或者念佛经 来祈求神明的保佑 他不会 他认为说 我堂堂堂正正 我问心无愧 我并不需要神佛来给我帮助 因为我相信 正义的力量 可以 可以呢 保佑他 平安 所以这样的人 他不会 动不动 就是劝人 为善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呢 老是 满口 这个 满口 这个 仁义道德 讲话 温良 恭谦 让 那这个人 八成就是坏人 就好像那个 马英九 有没有 他口口声声 都是为台湾好 结果最近爆发的 查德 查德这个石油 我们台湾本来的股份 有70% 查德 有30% 我们花了 台币50亿 新闻报道说50亿 不晓得是台币还是美金 可能是美金吧 反正花了50亿 挖了好几年 探勘了好几年 终于挖到石油 在2012年挖到石油 2011年 挖到石油 也就是马英九 连任总统 这个快要连任总统的 之前 挖到石油 然后2012年 马英九连任 然后 这个 中油 因为已经找到石油了 有大量的石油 这些石油 如果 运来台湾 开采 挖出来 开采 开采出来 运来台湾 台湾人 每个人 都可以像 沙兽地阿拉伯的 公民一样 从国小到大学 读书都免费 然后看电影 免费 交游旅行 都免费 反正那个石油 就是很多 但是没想到 马英九竟然在 在他 败选 就是他要卸任了 国民党败选了 2016年 准备要 由蔡英文总统 这个接任的 前夕 在 2015年的 5月吧 那个时候 他已经 国民党的 败相 已漏 那2015年的 5月 然后2016年的 1月 要选举 所以说 还有半年 半年前 他就 很快地 把 中油 本来70%的 股权 赶快 抛售 而那个来买的 就是白狼 又是白狼 又是这个张安乐 这个白狼 这个外星 混黑道 组联邦 跟中共挂钩 结果由这个白狼 当中间人 先卖给白狼 然后 再来就 又转卖给中共 所以现在变成 我们中华民国 只有35% 而中共竟然 也有35% 我们本来 我们本来70% 结果 就在马英九 快要卸任 的 卸任之前 把一半 拱手 让给中共 本来我们 大家以为 这个 这些石油 运来台湾 我们台湾 每个人 都是吃香喝 不但 从国小到大学 读书 不用钱 还可以每人 领红包 这个愿望 已经快要落空了 现在石油 已经挖出来了 已经开始在提炼了 我们不但可以 送回来台湾 还可以卖 卖出去 但是现在 恐怕不行了 因为台湾只有35% 中共也有35% 而中共会怎样 会 施压 查德 查德政府 有30% 只要他 查德政府 给一趴 拿出一趴 给中共 中共36% 他就可以 掌握经营权 他就可以否决 这些石油 都不可以 送到台湾来 也不可以 卖的钱 也 也不可以 分论给台湾 要怎么分 我们就管不到了 所以说 马英九 你口口声声爱台湾 你为什么要把这么 辛辛苦苦 挖到的石油 送给中共呢 而且 又是白狼 又是这个流氓 又是这些 外省挂帮派 枪杀 馆长 抢石油 什么都是 都是要台湾人死 你要我们忍多久啊 对不对 那个 你说 对于外省挂帮派 还有像马英九 这类外省狗 我们要怎么处理他们 我们的石油呢 不见了 你说 我们的石油怎么办 你说 我们要不要 抢回我们的石油啊 那好 好久不見了